这两天聊了很多话题 有一些人总是在问 作为中小企业 那么在国内呢 应该来说是最困难的 抛肯定是抛不掉 丢呢又舍不得 我们正常说这个 中小企业它有一个界定的标准 通常情况雇工在一千人以下的 我们把它视同为中型企业 那么小企业或者说小微企业 这个面就更广了 主要还是雇工和利润的问题 我们知道大多数这个 所谓的中小企业 它是以私营成分为主 改革开放三十年左右 曾经获得过一些 兴盛的这种机会 小企业呢 还有点小聪明可以耍一耍 中型企业多半都已经是跟政权勾兑过的 所以你要说你原先挣的钱很干净 现在呢 想继续赚钱 还担心今后出现问题 这个绝对是想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它有一个特点 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 你要是没有跟上级进行一些勾的 你想让企业平稳的生活 生存下来都不容易 更别说发展 我们见过很多的企业 利用一些与官员之间的这种 亲属关系 同学关系 甚至是邻居关系 或者说干脆是钱权交易 这种企业有很多 其中我也干过类似的事 在中国你要想做企业 你说完全靠自己 这东西只能骗骗刚从学校毕业的孩子 一个企业在国内 你要想生存下来 它是需要多方打脸的 很多企业家 本身就是三倍人员 到了我这个年龄 没有脂肪肝的可能都不多 无论你是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 还是在报税 或者说发展的情况下 尤其是贷款 涉及到贷款 那典型的是求叠叠败来的 经我手送出去的现金 我都记不清了 我们经常卡在一万块钱标准以下 送出去一些礼品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管干什么 你超过一万 它就涉及到行贿 那么一万以下属于犯错误 一万以上 它就属于犯罪 这种事儿 在中国 你不管是你企业需要批地也好 你去到这个 环保审批也好 因为它很多审批 它是钳制的 这没办法 它很多是钳制审批 它有这种所谓的一票否决制 有的时候领导呢 大手一挥 我支持你 无条件的支持你 但是没有用 它就是批了条子 你具体办事的时候 你还得送钱 因为基层有很多人 他就是靠这个活着的 就他的工资标准是很低的 你比如说 科医级的干物 他的挣工资可能也就四千多 在大多数地区 他的工资可能也就四千七 是吧 五千 他这个标准 你说他一天 年抽待发的两三包黄后楼 是吧 就好几百了 是不是 就是你见过哪个领导干部 就是这种 哪怕是刚把人事关系摆到这个人事局 而不是在劳动局的 哪怕这些小干部 甚至有一些基层的古籍干部 就不入流的这种小官员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利 那么这些人他不管吃饭也好 他这个抽烟也好 他基本上都不会用工资 是吧 他也不敢用工资 用工资估计 他老婆也饶不了他 是不是 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这些人的收入从哪来 他除了这个过年过节 有一些人情往来 或者说有一些券 是吧 尤其是超市的这种购买的券 大多数情况下 它是靠灰色收入来过活的 所以你即便有上一级领导的批示 你具体经办的过程中 你还是得送礼 中小企业呢 都是靠这个过程 来喂养体制内的这些官员 高一级的 你送的可能多一点 是吧 我见过一个空降的一个市委书记 他刚到南京的时候 有一个房地产公司 就给他送了一张高尔夫球场的球 这种卡片 这个卡片是多少钱呢 70万 就市价是70万 其实呢 它里面有10万块钱是预存的 就是你可以去打球 然后你每次消费呢 它在这个10万块钱里面 给你自动扣掉 就是你打球的所有费用 它除了球卡以外 对都是这样 越是基层 其实这个问题越严重 所谓的经管啊 或者说省里面的这些官员 你别说他级别 就是说级别哪怕再高 他不一定能收到钱 那越是到基层呢 越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这些人的权力 他就无限的膨胀了 那么当时这个市委书记 他是共青团下来的一个干部 完了以后他就问 他说那个 你们送我这个钱 有什么要求吗 有什么事吗 我刚到南京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想要做什么 或者你们这个企业 以前是 就有什么需求 或者说有什么事没办成 需要我来协调一下 完了这企业老板 说的很简单 说那个谁 没有任何要求 我们就是结个善缘 当时呢 他去买了 六张这个卡片 同时送 你送这种卡 你不可能只送一个啊 那六张卡片就好几百万 是不是 这个企业的老总呢 十年前 他就已经移民法国了 就是他在南京做生意 其实 他已经全家已经变成 法国的身份了 但是他还是 一个正常的生意人 就你不知道他底细的 你以为他还是一个南京人 那么 中小企业有很多 做大做强了 甚至有人 买了个壳 上市了 就这种 这种情况 我见了很多 甚至原先 我们有一些朋友 在南京的上市公司啊 现在已经有三家了 就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 其中有一家 就是买了壳 那么 整个这个 中国目前的环境 你要想继续这样 你好你好 你挺那个谁的 我看到你很多次打招呼 非常感谢 谢谢你捧场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继续在这个环境中 你想继续打拼 那么你就不能不正视一点 你过往这个企业 是怎么生存的 你以前吃的东西 有可能要吐出来 房地产这个东西挺麻烦的 我熟悉很多 相关的企业 但是呢 因为人家正在做的 如果说 说的太过分吧 可能影响到朋友们的生意 但是我说一个 通行的一个法则 在中国你不管这个房子 它卖多少钱 就除了那种 新时代的那种风尚 这种房地产 有一个企业叫风尚 它在全国应该都有 它是可以那个自发电 自软 像这种企业 属于那种高清科技的 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大多数的房地产商 你不管它在哪盖楼 操作的好的话 或者说刚起步的阶段 只要它有本事 它根本不用花一分钱 批地 你好 批地 是吧 有领导 给他一二指半的桥子 给他一机会 他就能杀进来 如果这个 关系要是足够的硬 在某一个地块上 他有可能 就直接中标了 跟他一阵那个招牌挂的 基本上都是属于赔榜的 撑个厂子 拿到地以后 把地 摔给银行 从银行带出钱来 把土地出上金付完之后 哪怕他身上一分钱没有 这个楼盘他还是能盖 因为有专业的建筑公司 会全资垫付 这个房子呢 它一般是从设计决战 它就有这种销售公司进来了 这种销售公司就像那个 我们平常看到那个包饭店的后厂一样 是吧 它就是整个我就包下来了 就你这个房子从设计 评估过关一直到这个销售 全部是由这家公司 就是专门的这种公司 他帮你运作 最后呢 你设定一个标准 我盈利 我要盈利到多少 比如说 我一共建18栋楼 是吧 我要留一栋30层的 这栋楼是我的 其实这就是 这就是他的利润 就全程 他不需要出一分钱 甚至不需要去管这个楼盘的设计 建设销售 我见过一个更挣钱的 挺好玩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农村妇女 就我们平常说的这种财户流 他那个从乡下呢 跟着他这个老公 就是他是个小三啊 他跟着他老公 就他所谓的老公 完了之后 来到省会城市 是吧 来到南京 那么来了以后呢 啥事他也不会干 他租了我一套房子 搞出了很多笑话 什么笑话呢 好 有美国之音的事了 这事我们说完就完了 好吧 那那那 也不能顶着皇上 是吧 犯不着 人家毕竟是一个企业 那个他租了我的房子 为什么我是不太看得起他呢 因为他出的笑话太多 他在我家 租我房子的时候 出过两次笑话 第一次笑话呢 是刚租完这个房子 晚上打电话给我 他说那谁 你房子租给我了 电脑宽带都留给我了 是吧 那个电脑我打开了之后 我看那个有一QQ 那QQ号码都留给我了 账号都留给我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密码留给我呢 那我就感觉到很奇怪 知道吧 我听说 你30岁的人呢 你咋这点事不懂啊 是不是 完了之后 你要你要用QQ 肯定用自己申请的号码和密码 你 你不能用我的呀 是吧 他也不讲理了 对不对 完了以后 我当天九和大了嘛 就跟他开一玩笑 我说这样 我说我们家楼下 你下了楼之后 因为我们那是省委大院 二号大院 那个出门之后呢 我们那个 门房的那个上面 二层是武警中队 是武警的宿舍 那么我说你 你出了这个门 出了这个门以后 走10米到向的口 马路对面 你往右转 往右转5米 然后马路对面 就有一家建设银行 我说你带上你的那个身份证 你明天去了以后 你把账号报给他 懂吗 他就会把密码给你 那我是调戏他们 那天是闲了没事 我也给气得不轻 完了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过了没多长时间了 没多长时间 大概也就半个月 他又打电话给我了 9点多钟好像 晚上9点多钟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那个 老板出事了 我说出什么事了 他说那个电话上不了网了 我说上不了网了 很简单的事啊 我说 我说肯定 肯定有什么问题吗 对不对 我说你早上来修呗 他因为我那个是 装的是那个宽带嘛 挺好玩的 说你有电话 你打电话就可以了 因为 你也知道他 那个宽带 他是跟房子 跟那个电话线连接在一起的 就账户是在一起的 是不是 你打个报修就可以了吗 那非得他非得让我上门服务 我说这真的帮不了你 是不是 我说不管怎么说 是吧 我说你看晚上9点多了 我老婆睡到我边上 是吧 我这会说 啥事不管 我开个车 跑到你那去帮你修电脑 我说真的 这这事我真的干不了 是吧 这挺好玩的 就这 这个 女的呢 租我房子 不到半年 她又来找我了 因为我有一个这个 企业咨询管理中心 就是帮人家那个 注册公司 办资质之类的 完了之后 她说你你帮我注册一公司 啊 我说这行 这东西 是吧 我本行啊 我就靠这个吃饭了 对不对 完了以后 她就把她那个 身份证啊 什么的 就把她拿过来了 拿过来 她要求注册一个 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呢 你也知道 她是有 资质的 是吧 她注册资本要求一千万 就是她要求啊 注册资本一千万 我说行没问题 那我就帮她找资金 垫付 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 注册完了之后呢 就很快啊 这个我们做这些东西 一般都很快 因为她在 她是属于那种 省工商注册 是吧 就注册资本比较大 抬头也比较大 完了以后呢 我帮她注册完以后 一个多月大概 一个多月以后 她越来找我 她让我帮她 转让这个公司 那我说行啊 没事 我就帮你转让呗 就半转让手续 她已经找好下家了 怎么回事呢 其实很简单 带她来的这个领导 就是刚从那个地级市 调上来 调到省里面的这个领导 那么她 有权利涉及到 在两个地铁口之间 搞了一块地 就给这小三搞了一块地 注册了一房地奖公司 完了之后 通过这个招牌挂 把这块地拿到手了 拿到手以后呢 因为她还没有宣布 这个地铁 就这条地铁线的这个线路 那么她 把这块地拿到手以后 她选择了 在两个地铁口 两个地铁站口之间 公布了以后 她把这个公司转让出去 就是公司变动了一个法人 其实呢 这块地就走了 就换成别人了 就她低价 拿进来的一块地 高价抛出去 这不是说给小三 生活费的问题了 我相信她这一辈子 可能就这一笔钱 对她来说就足够了 以后你不管是移民也好 或者说 两个人不再相亲相爱也好 我相信这个领导 对这个小三 确实挺负责任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这种事因为我 曾经接触过一些 我只能说呢 中国有很多中小企业 它本身来钱的路 就不是很正常 没有几个 是说我靠我祖神三代 是吧 打拼 从这个没钱 然后完了 混到稍微有点钱 然后通过几代人的努力 怎么样怎么样 那都是胡扯淡 在中国最近几十年 没有这个问题的出现 你说你说 祖上留个秘方 是吧 梁光酒 就那炒瓜子的那傻子 是不是 他成功过 或者说曾经成功过 这个我们承认 有 有这种情况 很少 父母熬灵脚 是吧 在有一个前两年 吹得很 很过头的叫什么 叫老干妈 是不是 你说他 他这个企业都做得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呢 这企业已经不是他的了 对吧 就是我们曾经听到的一些故事 我们只听了半点 就很励志 就你经常说的这种 孙子当如孙众谋 是吧 你把孙权抬得很高 说他 挺有才 挺有本事 是不是 完了之后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榜样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孙权到晚年的时候 他逼死过很多东吴的大将 曾经为他 抛头鹿洒热血的 这些将领 给他逼得死得死 是吧 幽静的幽静 所以呢 在中国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 你就是一块肥肉 在中国关与商之间的关系 他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西方有很多国家 为了一个商人 他甚至能出兵 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战争 我们历史上看到的 最著名的一个案例 就是鸦片战争 当时吕王 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 我们不是为了贸易 我们是为了平等 我们是需要 有一个经商的 这么对等的 这么一个措施 我们不是为了保护鸦片犯 你不管他怎么说 他实质上 是因为对华输出的淫源太多 他觉得亏了 他才会跟你打仗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家 往往一不留城 你就黑社会了 是吧 你就团伙了 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你站出队了 或者说你太肥了 他需要砍你一刀 来割肉放血了 他自然就想到你 你要是做得很小 其实呢 没这个事 他不用关心你 因为你把下面喂饱就行了 对不对 上面他根本看不上你 你说你 三百万两百万的资产 人家根本没眼看 所以呢 在中国你想继续做 你又不想走 是不是 你说 我热爱我的家乡 我热爱这片土地 胡扯蛋 知道吧 就你出去以后 你这一套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生存不下来 是不是 你极度腐败国家 你又不敢去 去了以后 你怕完不断 是不是 那么你现在的问题在哪 你又不想走 完了你呢 你还觉得挺委屈 你说我 我这么大一企业 是吧 我丢了吧 我还有千把个工人 是不是 我还有几百个老弟兄 是吧 我我我 一起起家的这些兄弟们 我要对得起他们 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不能让这些人失忆 你扯吧 没你这个企业之前 人家找不到工作吗 人家都在街上要饭 你是送我走的 你不胡扯蛋吗 在这 所以我一直在说 想走你就走 不想走你就老好 实实留着 别搞那么多委屈 因为这些委屈 是你自己蹭上去的 有几个中国企业 不是主动去行贿啊 是被人家锁贿了吗 甚至我们见到过 有一些企业 混转了以后 在那湖水海片呢 我从来就没有行过会 你开什么玩笑啊 不是你亲自送的钱 我相信 你这个企业不不行贿 你你以为你是 江泽民的企业 是不是 我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中国呢 哎呀你好你好 中国呢 他有很多皇上 是吧 美朝美代他都有 但是中国的皇上 自从这个大清结束了以后啊 他其实有 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出来了 他是一朝天子一朝城 他没有一个延续性 你说哪一个家族能够 一直 哎你好你好 一直为了这个 国家 去做白手套 目前我们看到的没有 真的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香港的几个 澳门的几个是吧 你那个抗美援桃的时候 在那走私 是不是 香蕉啊 军用物资啊 甚至倒卖一些 管制的商品 那么这些人 事后中共都给了他们这些 副主席的这么一种尊容 现在呢 现在他不需要你 香港澳门他都收回来了 原先交给你们干的事 他现在自己就能干 他不需要你 那么你说邓氏家族 江氏家族 甚至所谓的胡氏家族 包括现在的这个 习近平的这种家族 他相关的企业 他能长远吗 也不可能 随着权力的消失 人走查阳的这个事 在中国天天都在发生 这个世界上 能挣钱的就是这么几个行 就暴力的这些行业 他现任的常委都快不够分了 是不是 你都已经卸任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站着呢 你能站得住吗 有一些家族 暂时没有倒下去 他还能继续混钱 因为他们不断地在捆绑 新的常委 那么有一些呢 就属于不识向的了 不识向的很简单 去年我们看到了很多例子 说干就把你干翻了 对不对 找你游还不简单吗 哪一个企业 可以拍着胸服在中国说 我是靠自己的企业模式 我是靠自己的企业文化 站起来的 有吗 今后呢 中小企业 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国际环境在不断地恶化 中共内部的抢夺 必将要影响到 地方上的这些企业 他们之间已经在互相撕了 你只是一个半大款的 组子之间都在咬 你还能奢望安全 所以我觉得呢 别想那么多 能混你就混混 你要是真不想走 你就老老实实搞点钱 千万别保留太多的 现钞 就是本币啊 现在还看不清人民币是什么东西的 那只能怪你自己 是不是 你说我现在现金为王 现金为王讲的是外汇 不是人民币 你手上有再多的人民币 最终你都会成为这场大潮的失败者 能贷款的尽可能去贷款 你不管他利息有多高 只要是正常的 高利贷你就别想了 是不是 你从银行只要能勾兑出 勾兑出来东西 你能搞点钱 哪怕他带给你的是人民币 没有问题 你把它带出来 期限越长越好 因为这个币值 它马上会越来越大 最后呢 经过通货膨胀 当你去还贷款的时候 早就三文不值二文 你现在带出来 就是你赚的 带出来以后 你能换成外汇 最后 换不成你买任何东西 他都比纸币要强 所以我说 任何一个这种王朝 他到末世出现问题的时候 最后一把捞钱的机会 就是贷款 前苏联解体之前 很多官二代利用他们的关系 从苏联的银行 带出了卢布 甚至在黑市上换成了美元 最后这些人都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卢布 十年间贬值了三万倍 人民币会贬值多少倍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汇率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它现在所谓的这个控制 是双方的一种节奏 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 汇市将会整个崩盘 到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申请提前还款 是不是 我得把账户平了 很轻松 你就会还掉这笔贷款 这是你现在跟 银行有关系的人 最后能挣到的一笔钱 作为一个企业呢 你想继续的内地存活下去 其实机会很多 当政府需要你跟他 混改的时候 你就老老实实的同意 为什么呢 这就是新的公私合营 你根本就降不掉 你说你同意 你还能保住 自己的身家性命 最起码性命给人保住 身家这个东西难说 那么你如果说你不同意 你疯了 这是你不同意就能行的吗 对不对 不管你的企业 是不是中小企业 或者说你谦虚了 我一年能做十个亿 是不是 我营业额很高 高有用吗 对不对 你进入了权贵的视线 人家人家多少还能给你留点渣的 你要是整个国家的政策改变了呢 你啥你也混不着 你就老老实实上标 你当于荣誉公民 荣誉股东 整个公司如果能存活下来 能够熬过这个变革期 你还有机会把企业再收回来 不要呢 三前顾后的 又不想走 又希望能有一个万全之策 其实我告诉你 不管谁跟你说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只要你还想做一个低调的人 大写的那个谈不上啊 就是说你还想做个人 你的企业在未来肯定活不下去 你只能老老实实的参加洪改 说白了 交工 早交一天早好 因为它下面 它要进行的就是 凝聚住全国的资金和产能 来进行内循环 中共它不会轻易的退出历史舞台 不可能 你还有自己的这种企业自由 这是不现实的 它最终肯定是要 完全控制住 它才能让这个政权 继续维系下去 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所有的企业 马上面临的就是一个选择 只要你不走 这个企业几乎就不会跟你信 除非你小到 它没有正眼看你的这种机会 只要你有一定的规模 你绝对是在名单上 至于这个名单是哪一级 谁都不知道 我只能说一点 不要想得太美 不要说 找金融专家 经济学家 去帮你策划一个方案 我可以告诉你 任何方案在强权之前 都是很脆弱的 跟政权相比 你没有任何机会 所谓的法律 都是他们制定人 他们随时可以更改 你想闹什么呢 想要维权吗 你拿什么维权 现在的企业随便找个理由 就能把法人扣起来 搞好一个企业很不容易 三教九流都要碰 被干掉一个企业 出台一个新的政策 就足够了 中国现在有 绝大部分的这种私营企业 都在小规模 就中小规模 真正做大的 完全是私人的企业 几乎我们已经看不到 它总是在方方面面的 被国资掺进来 甚至已经建立了党委 你想要的这种自由企业文化 从来就没有 你也不要奢望短时间里能够看到一个新中国 因为马上你遇到的是一个混乱期 在这个混乱期保命是最重要的 任何一个企业 你想当出头鸟也好 你想当长头草也好 是政策在选择你 而不是你在选择政策 你不会有选择权 连黄商都会被重新洗牌 更不要说私人的企业 如果你不想走 那就冷静的面对现实 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出什么高招 好了再见 再见